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媒體先進 陳部長以及我們內政部的所有同仁 主席我請部長 部長你好 你從行政院秘書長到內政部長 在行政院的幕僚裡面 行協調溝通 應該是有很好的成績 才能夠來主長 行政院天下第一大部 內政部 但是你來的時候也不挫僑 因為附贈系統的更新 有出了疲漏 也可能因為這樣讓你 行內政部的一個疲漏 因後得福 讓你有機會來接掌內政部長 不管怎麼樣 希望 在附贈系統更新 疲漏也出了蠻大的 也造成不少的名言 那在這個節骨眼上 我不知道你接任至今幾天來 目前附贈系統更新的作業 所以視我順暢 改善了沒有 部長 你能不能來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攸關 民眾洽工 造成諸多的不便 讓申辦業務的民眾 可以說 來回 次市 增加 以及待在那邊 等待辦理的這些證件 也 曠日會時 所以說 民營的行程 都是因為公務人員的一個 業務方面的一個錯誤導致 那目前 你應該要針對 業務系統的一個更新 要趕快對策 那再來 該道歉還是要道歉 要詳細說明清楚 還是要讓民眾來了解 因為現在 已經 由你接掌內政部長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希望借重這個地位 讓你向社會大眾 受清楚講明白 好 請說明 好 路委員 非常謝謝 關於護育政系統 雖然才接掌三天 但是 對於 沒有辦法 在 很快的時間內 這個 已經 這個問題 已經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沒有辦法把這個問題解決 造成我們全國民眾的不方便 我也要代表內政部 對我們全國的民眾 表示歉意 那麼 這一個 護育政系統 在二月五號上路以後 那 目前為止 他每天 處理大概十萬件的人民申請案件 在這十萬件的人民申請案件中 沒有辦法當天起建的大概有一百多件 從最高峰的時候四千多件 是有降下來 但是現在還沒有辦法完全的這個正常運作 它主要有幾個原因 其實第一個就是 有些 軟硬體的設備不足 它在 這個是十年 將近十年前所設計規劃的案件 那現在呢 有一些的 軟硬體 已經不夠 另外就是它的 這個 作業系統 升級的問題 那我們大概有三四個方向都在做 在試 那麼這個 我們希望很快的 假如我們所試的這幾個方法 的確有效可行 那我們就 譬如說要 這個添購 這個硬體設備的部分 我們就會動用意別金 來趕快來採購 那軟體的部分 該買軟體的 該買這個升級版的 我們就要趕快來跟廠商來洽詢 那部長我請教你一下 媒體不斷的報導 有沒有 因為這套系統 出了這麼多的疲惑 有沒有人謀不張的問題 這樣啊 第一個 我們 就 是不是 我們的同仁 在採購的構成中 有沒有涉及舞弊 這一件事情來講 那麼由政風處 初步的調查 是沒有發現 那 所採購的系統 事隔幾年就發生 沒有辦法 來發揮 原先規劃 應有的功能 那整個 我們公務人員 有沒有代付職守 有沒有需要 負起這種 政策事務的責任 這個是 我們必須 進一步 在 現在 以搶救 這個系統 讓它穩定 是第一要務 那麼當然 追究責任 我們會 隨後來檢討 這中間有包括 我們太 輕忽了 這一個 系統的 複雜性 譬如說 我們在 這一個 壓力測試的時候 我們有四千多個 工作台 全國 但是呢 我們這設計標準 在壓力測試的時候 是以一百五十台 同時運作 雖然廠商用兩百五十 來做壓力測試 但是 距離實際操作的 實在是太 太遠 因為有四千台 你用兩百五十台 同時運作 這個標準 實在太低 那我覺得在 譬如像這樣一點來講 在 在問題的 假設 在問題的 這個 設計上 我卻覺得 有疏忽的地方 部長 因為一個 新的 局面的開始 我想應該 在以前 種種 有所切施的部分 你要趕快做一個了結 那不愛忽異 做一個 調查 一個完整的 一個現況 呈現 你才有辦法 斷然的此字 來 扭轉 民眾的信心 不然的話 跟 交通部的 E-Tech 的一個 後遺症 還不是一樣 本來是 一天 兩百多萬台的 一個進出啊 你只用幾台 來 來測試 我想當然 這是 有嫌不足 當然是 層出不窮的 一個事件 產生 那現在 我們這個 這套系統 已經 該呈現出來 都呈現出來 所以說你要趕快 加緊腳步 是 危機就是轉機 也讓你有一個 很好表現的機會 我希望你能夠 加緊腳步 接下來我要請教你一下 好 有關於 你對一個完善宗教法制 並且要輔導寺廟 健全發展 我想你在整個E-E-E報告裡面 你也相當的關注 不過目前的一個現況 全國一些好幾百件的一個宗教廟宜 所以分布在我們國有土地上面 那為了能夠有效來處理這些歷史的工業 所以曾經 農委會林務吉 在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號 以前佔用的都可以依處理要點提出國有土地 申出申購等正常的程序 不過 林務吉到六月沒見到 這個辦法 還也是依據法律程序來辦理 但是 到最後 只公告了一個禮拜左右 就 撤銷公告 無幾毫鐘 對這件事情 也就是要為政府有效 來解決這些公廟 長期內 民眾信仰的中心 因為歷史的共業 所造成的一些 程序的不合法 要來解套 那你主管機關 你認為 要怎麼樣來處理 不然的話 可能這些燙手車商議 到時候 會讓你忙著焦頭浪 本期在這裡給你一個建議 你到底對這件事情 了解多少 如果還不清楚 應該深入了解 要怎麼樣來協助 情理法兼顧 早一點讓這些 燙手車商議 早一點能夠獲得 這個很圓滿的解決 報告委員 剛才我們市長跟我說 好像我們部裡面 有林市長 有一個小組 在做演繹 在專案輔導 那因為我們知道 全國一萬多家 這個寺廟裡面 有很多是 這個 他在都市計畫 土地利用 建築方面 是不合法的 那不合法 要把它合法化 第一個就是碰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可是土地的主管機關 也基於公平正義 或者是水土保持的考量 他也有他的考量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 合法化的過程裡面 是有很多面向必須去探討 那我想 您剛才所提示的 我們會 在這個小組裡面 充分的去討論 我希望也能夠安排一個時間 讓小組從來報告 經過 從101年到現在 已經 也將近三年 那這三年當中 好不容易 也擬一套 整個解套的一個 標準的作業流程 那因為林務局的 臨時喊煞車 讓整個 將近十年來的一個 一個檢討 一個推動 解決的辦法 又無極活蹤 又重新回到以前的混亂 我想 你也身為 擔任過 我們行政院的秘書長 你在這個方面 也應該協調 溝通 整合各部會的意見 趕快找出一條 可長 可久 而且呢 合無法令程序的一個辦法 早點來解決 所以我希望你安排一下 我們那個小組 共同來研究 我了解以後 我詳細的委會再跟盧委員做報告 好 謝謝